那肯定那次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认可 然后台下肯定会有很多你的巧克力去叫你的名字吧 有一些 那你知道自己他们的粉丝叫巧克力的时候 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呢 觉得这个名字很可爱 然后思考了一下为什么会叫巧克力呢 后来就觉得巧克力非常的 味道非常的香浓 然后也代表着非常热情的感觉 就代表我的歌迷呢 对我也非常大心爱的那种感觉 那你处在SM这个大家庭当中 和你关系最好的艺人是谁呢 韩根 韩根哥 然后还有史源哥 那对你帮助最大 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 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李秀满先生 因为从我刚去韩国开始 他就一直非常的关心我 就是让我感觉到 SM公司是一个非常团结 而且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那而且我出道了以后 嗯 由于他这么莫大的支持 所以我才走到了现在 那我其次要感谢的人呢 就是和我一起唱歌的西亚春秀前辈 还有拍过MV的韩根哥啊 很多不同的东西都展现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一个不同的丽影展现给大家 嗯 那你从小的梦想其实就是做一个明星 还是做一个歌手 这样的是吗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做一个歌手 嗯 希望能够把 嗯 因为我从小非常喜欢音乐 嗯 喜欢唱歌 就是希望能够把好的音乐展现给大家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人 或者说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人 或者说我想成为谁那样那样的艺人 嗯 嗯 我希望自己呢在各方面都比较的完美一些 就是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部队的地方 但是我会继续的去努力 就是把很多的东西都尝试一下 然后不管是在唱歌啊 舞蹈上 我也希望以后能够设计到 比如说演戏上啊 也可以有一些突破 这样就是给歌迷们会展现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人活 嗯 那今年也是08年也是奥运年 那你在这样的年份特别的年份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呢 嗯 今年我最主要的计划呢 就是宣传我的这张心愿 嗯 可能会在中国各个城市进行宣传活动 或者是演唱 嗯 嗯 工作会比较繁忙一些 而且这一年当中呢 我可能还会在韩国发行一张我的心愿的韩语单曲 嗯 嗯 那你在中国宣传最想去的城市是哪啊 我最想去的城市是我的老家 就是成都 因为呢 我这几年来一直没有好好的跟自己的父母一起过过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呢 能跟他们多多的在一起 然后聊聊天啊什么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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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